世界上最大的飞机有多牛 它甚至可以用来运飞机 世界上最大的飞机竟然是1988年产的 你敢想 前苏联研究的R25 飞机一出世 就打破了当时上百条世界纪录 这还不算 人家还一直刷新 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前前后后 加起来一共有250项 为啥R25这么牛 和它的设计初心有分不开的关系 它出生就是为了运飞机的 当时苏联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想上太空 先要从工厂运到发射场里 但哪怕是分解 也没有飞机能装得下 R25就应血而生了 为了装下航天飞机 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 先拿最主目的机翼来说 R25的超级机翼有905平方米 一展长达88.4米 比标准的足球场还要宽 里面除了给飞机提供生力的传动装置 还可以放置油箱 保证飞机的续航能力 单个头大了 重量也上去了 R25的机翼采用了铝制蒙皮 再加四条有挤压形材和副板组合成的 加强翼类 才做到了高强度 本身又极尽的轻 但使用模型进行风动实验时 问题还是出现了 被驮着的航天飞机 在飞行过程中产生的巨大乱流 给飞行造成了巨大的干扰 尾翼震动非常严重 设计人员用罕见的双锤尾勾形 代替了单锤尾 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过可惜的是 R25造好了 苏联的太空探索计划 却因为经费叫停了 所以本来打算生产的第二个同款飞机 也没有面世 要不然咱们今天看到的 就是安家两兄弟了 一小时租金12万美元 世界最大飞机为啥这么费钱 苏联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飞机 R25 苏联解体之后 R25就归了乌克兰 按理说乌克兰捡了个大便宜 但是乌克兰当时竟然没钱运为 所以这个世界最大的飞机 就被放在工厂吃灰了 直到2001年 历经了七年大修的R25重新出现 恢复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不过这次 它不是在盖老本航 运输航天飞机了 摇身一变 开始主要承接一些 国际商业货运的飞行任务了 简单来说 就是出租赚钱了 就拿咱们国家来说 2011年到2016年 前后租了8次来做国际货物运输 平时其实还好 嫌价格贵了 或者是排不上号 就用别的平体飞机多飞两次 但是疫情期间 R25还真的找不到什么平体 这样导致 它的租用价格一路飙升 甚至高达12万美元一小时 为啥这么贵 还认准了R25呢 首先 它是真能装啊 拿现在最大的客机空客380来说 最大起飞重量是575吨 R25呢 有640吨 航程上也很占优势 R25最大航程有15400公里 比空客380足足多出600公里 而且作为军事运输机 装货速度也是民用飞机比不了的 只要你物资准备好了 用不了多久就装好拉走 所以疫情期间 波兰 德国 法国 加拿大都没少用R255 从中国运物资 宁可排队 也不去租用其他的货机 世界最大飞机在俄乌战争中被炸毁 还能修复吗 乌克兰靠着全世界最大的飞机R255 可是赚了不少钱 疫情期间 这架飞机的租金高达12美元一小时 也有的是国家排队等着用 可惜的是 在俄乌冲突中 R25在基辅附近的机场被炸毁了 俄方说是在俄罗斯夺取机场后 乌方的大规模炮轰击中了R25所在的机库 乌克兰说R255是被俄罗斯的军队摧毁的 妥妥地各执一词了 不管到底是谁炸毁的 这一炸都炸碎了无数航天迷的心 世界上最大的飞机R255 到底是成了碎片了 碎成啥程度呢 要是想要修复 要花上30多亿美元 至少得5年 所以比起修复 乌克兰选择新建一架R255 好在被炸毁的这台飞机 大概还有30%的零件可以废物利用 其实之前 乌克兰就动过制造二号机的心思 毕竟最开始苏联就想要建两台 况且一台R25已经满足不了国际运输的需求了 但是建成二号机至少需要3亿美元 因为资金问题 二号机的交付日期一拖再拖 现在一号机已经被摧毁了 给二号机的生产打了狠狠一针加速机 相信乌克兰不会再拖了 期待啥时候 风鸟哥和大家分享二号机有多牛 看后点赞 好运不断 关注风鸟 咱们下期再见